我們是軍隊 哈囉 觀眾朋友們大家好 我是珊珊 本期視頻為大家介紹的是四位來自美國FBI SWAT的幹員 與普通FBI不同的是 一般只有危及到美国国家安全和机密安全的事件 才会出动FBI SWAT 而我们这次的主角是隶属洛杉矶FBI分部的四位干员 首先为大家介绍的是进攻方干员Ash Ash在耶路撒冷长大 中学毕业后就读于特拉维夫大学的工程学习 他的工程背景使他成为机械维修和炸弹拆除的重要人选 Ash接受过拆弹方面的专业军事训练 这让他有点自我膨胀 他相当积极冲动和过于自信 想到什么就马上行动 是典型的女强人 他是拥有一甲三术的身板 特殊技能全称M120 紧致步枪用破口弹 是一个可以发射一枚爆破弹 穿透目标表面并自动引爆的榴弹发射器 主要作用为破开没有加固的墙面 隆岭板铁丝网机动护盾 是一个非常适合Rush B的技能 也可以用来杀伤掩体后的敌人 直接命中或者近距离引爆都能对敌人造成不小的伤害 需要注意的是 Ars的榴弹可以被耶哥的ATS奔底的电箱所破坏 而WiFi的干扰器则对榴弹无效 武器方面 Ars配备有G36C、R4C两把主武器 并可以使用贴片炸药和闪光弹 推荐携带散光弹 配合Ars不熟的移动速度 对敌人进行出其不意的打击 其优秀的对枪能力无论是路人还是比赛出场率都相当高 枪法好的同学可以考虑优先路手 但是也容易在游戏中被抢走 FBI的第二位进攻干员德玛 俗称乐切 德玛在高中毕业后加入海军陆战队 参加过两次伊拉克战争 退役后用自己的退伍金进入德州农业大学 并取得化学理工学位 随后加入FBI 他熟知各种化学变量并以引为豪 德玛更喜欢掌控一切 而不是当事情发生后再去应对 德玛 两甲两素 特殊技能全称烈狱火 BC3 放热炸药 能够放置一块放热炸药 对防守方加固过的墙面进行破坏 出现在敌人意想不到的地方 也可以莎莎喜欢躲在墙后的小龙虾 给防守方增加放手压力 能被Bendy的电箱破坏 和WiFi的干扰器干扰 无法直接放置在黑镜上 所以一般搭配EMP出场 该干员呈以为强势的技能 拥有着超高的出场率 其装备也一直受到育弊的改动 武器方面 更买配备有556XI和M1014200 注射器 并可以使用扩建地雷和闪光弹 推荐携带扩建地雷 来防止敌方落后或霸窗偷人 这是一个战术意义较大的角色 选择了该角色 往往要扛很多责任 因此建议没有这个觉悟和责任意识的玩家 不要那么快入手 需要注意的是 在黑镜上放置炸药的时候 需要小心 否则将有可能出现以下情况 FBI防守方第一位干员 卡手 俗称黑叔叔 卡手在加州州立大学刑事司法学毕业后 就迅速进入警局 积累了丰富的战绩和工作经验后 他被分配到FBI中 卡手总是努力确保他身边的人 能受到最安全的保护 而他也确实做到了 卡手特殊技能全称UTPE 通用战士防护版 比一般的木板有更好的抗洗 隆灵版的存在能有效的减少来自一个方向的火力 同时适当的安放能给进攻方带来极大的麻烦 隆灵版惧怕爆破物 能通过射下近战攻击破坏 而大锤的爆破锤则可一击击破 同时可被格拉子的G和东东东的限射炸药穿透 隆灵版容易影响打野的回防 限制队友的行动空间 因此需要谨慎使用 武器方面卡手配备有UMP45和M1014 两把主力器 并可以使用机动护盾与冲击手榴弹 推荐携带冲击手榴弹 来快速破开隆灵版 该干员的隆灵版 从发售时的刀枪不入 一路被削弱到现在 能被各种手部破坏 因此技能使用难度较高 需要玩家具备一定的大局观 不推荐新手玩家太早入手 FBI防守方第二位干员 POSE俗称心跳 出生军人家庭的他 从小被当成军人抚养长大 后来为了追随他母亲的脚步 成为了情报人员 与生俱来的观察能力 使他成为了一个天生的谈判专家 并在机缘巧合中 从一位谈判专家的主任 那里接触到了心跳探测器的原型机 POSE一甲三术 特殊技能全称HB5 心跳感测器 短距离内可以穿透障碍物 探测出心跳 能提前知道敌人的位置 具有先发自然的优势 打野能力优秀 感测器范围10米 有效距离9米 所以在游戏中经常会遇到 已经少到了敌人 并且加分 却找不到圈的情况 能受到EMP的干扰 使用中 会被IQ妈妈的IED发现 由于其探测范围比IED小 容易被IQ妈针对 造成妈妈找儿子的情况 武器方面 和龙力满相同 同样具备由 UMP45和M1014 两把主武器 并可以使用铁丝网和C4炸药 这里推荐携带C4炸药 配合其技能 对敌人有着很强的威射力 该干员适合对地图有一定了解的玩家 因此不推荐有入吃的玩家过招入手 FBI的干员中 中共有5把主武器 与2把副武器可以使用 M1014作为一把半自动陷弹步枪 具有连射速度快 破坏力强的特性 可以在中近距离造成致命打击 非常适合室内作战 推荐配备雷射 改善妖射的子弹散步 R4C突击步枪 作为游戏中数一数二的突击步枪 不管是在职业哥 还是路人当中 都有着相当高的出场率 射速比F2稍慢 伤害只要高于F2一点 是R4小姐姐的Rush神器 无论是对枪还是贴脸 都是相当的优秀 推荐装备 补偿器与垂直握把 来提升射击精度 具36C突击步枪 由于R4C的强势 使得这把枪的出场率并不高 不管是伤害还是射速 都略逊R4C一筹 但是它也不是毫无优点 其优秀的稳定性 非常适合 压不住R4C的新手玩家使用 上手难度较低 推荐携带补偿器与垂直握把 进一步提升稳定性 556XI突击步枪 作为热切的主武器 它有着不熟的伤害 但是稳定性一般 射速与开进速度较慢 推荐携带自推器和三角握把 提高开进速度和稳定性 UMP45冲锋枪 有的在冲锋枪里 算是不错的伤害 但是稳定性一般 左右跳动较大 而弹夹容量只有可怜的25发 不适合用来对枪 但配合心跳的技能 不管是偷人还是打提前枪 都有着不错的效果 副武器方面 USG拥有高达20发的高弹容量 稳定性较高 子弹散步小 但是伤害过低 而M45与前者相比 弹容量只有7发 稳定性较低 伤害平庸 这把枪容错力较低 所以推荐使用USG作为副武器 彩虹6号作为一款集合了战术 射击团队配合的游戏 了解游戏中各个干员的特长与弱点 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不知道本期介绍四个干员 有没有你综艺的呢 OK 那我们本期的视频就到这边 下期视频将为大家带来 俄国本土反恐部队阿尔法小队 那么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